七星潭是观光客与在地民众最爱去看海的风景区之一 但这里一直存在流浪狗与人类相处的冲突问题 像是狗变排一脏乱外 有的时候还会追人 让现场工作人员很头痛 有没有狗狗会追人 有 有的会追 我们来这边割草我们也是头痛啊 为什么 他们排的会泄乎很臭 穿的围多多啦 面罩都是狗大变 为了要避免人犬冲突 县府最近在七星潭装设了十支高音频驱狗器 其他像是吉安乡 华人海提 两潭自行车道等有流浪狗出没的热区 也会持续装设 驱狗器的原因它主要会释放出一个音频 是狗听得见 那是人类不会听见的一个音频 然后达到狗狗的一个比较害怕 不会靠近的一个方式 不过动保人士认为 并非所有流浪狗都有攻击性 驱狗器只是把狗赶到其他地方 建议不如将有攻击性的犬肢诱补 移至到开放式的管理所进行教化 移至就是把一些可能比较有问题的犬肢 移至到那个开放式收容所 那移到那边去呢 就是可以做一些社会化的清训之类的 那以便就是之后可能可以送羊 县府强调在动保法的规定下 只能用这种友善动物的方式来进行驱赶 至于效果则要看场域状况 如通报人权冲突案件有降低 未来也会扩大办理 原则新闻综合报道